三倍卷上路到現在 發生了好多意料之外 包括包裝一打開 意外的多了一片塑膠片 大家都說實在非常不環保 包括數位的這個三倍卷 意外的不受歡迎 還有一個更糟糕的是 它反悔的梅花印 居然意外的有些三倍卷 聽說是一個印都沒有 這是浮水印的三部政策 不保證有梅花 不確定在哪裡 不一定會讓你看到 不一定會出現 對 所以就是梅花的三部 可是沒有梅花的話 會不會是假的 所以這種你就來了 我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是廠商 我不是產商 我不會收到 我只會花 可是你知道嗎 這兩天全台灣所有可能收到 三倍卷的這些商家 他們多擔心 我現在是要收了嗎 來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這個是防偽 所以要有浮水印 但是這兩天大家意外發現說 我給大家看 我現在身上也有 來 耀州我給你一張 好... 你找一下看哪裡 看你找得到找不到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導播 我看一下 這邊 各一個 OK 這邊一個... 耀州是哪行的 因為耀州你這樣子看 來 等一下 你先不要拿起來 耀州如果是這樣看 是看不出來的 一定要有光 對啊 才看得出來 就是說大家看一下它到底 那你的梅花在哪裡 五百下面對不對 你的在哪裡 一樣 就各一個 我這兩張 我跟耀州的這兩張的這個 從我這個拿出來的 梅花的位置差不多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來 今天這部告訴你 梅花浮水印 位置不固定 你還給它收起來 我先收起來 好 梅花浮水印 位置不固定 你要看一下 左上角五百後面 有沒有一個梅花在這裡 但是它不一定在這裡 因為你可能只有一朵梅花 可能只有一朵 大部分是一朵 也可能只有半朵 又或許是會有三朵 對 這樣子我怎麼知道 我今天真的 可是我今天聽到有議員講說 他們有人反應說 是真的一個都沒有 讓他們以為是假的 一個都沒有怎麼辦 對 我現在也要問經濟部 一個都沒有 你跟人講說有一個 有半個 有三個的 如果說有四個 或是一個都沒有 好 現在經濟部跟你講說 來 還有這個所謂的看轉摩 我在解釋經濟部 所講的看轉摩之前 我也跟大家講 有沒有必要搞這麼複雜 你今天要先看一看 台灣的島型下面 來 我今天在講 台灣島有沒有 在這裡 它下面有一個隱藏的500 在這下方這邊 有沒有 500旁邊這裡 台灣島型這裡 好 這裡有一個隱藏的500 要中你看一下 這裡 這三個 隱藏的500要15度角 才能看到 我現在看到了 但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要轉一轉 它的變色油墨 在左上有這裡 它這個會變色 來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我不知道導播拍得出來 拍不出來 原本的顏色有沒有 這樣子 然後動一下以後 它會變得有點綠色油墨 這張理性拿著 帶來演完 有 看得出來了 然後最後就是摸一摸 我現在 因為它基本上 它摸的時候可以看到 它是有點立體的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領到實體券 去花沒有問題 只是收的人 他會有一些困擾 在這三個 我們所做的圖之外 我再跟耀州講個事情 因為我們以前有個同業 他在開保齡球館 他是怎樣 他今天早上跑去銀行 我說對 我說還沒 723 他說真的是723 可是他發現一個問題 導播我們拍下這個 三倍券的後面有沒有 三倍券的後面裡面 你看它有多少格 他有要填這個購買的日期 是誰 你這個負責人的名稱 統一編號等等 格子這麼小 最後一個 要寫他的銀行戶頭 就這麼小一格 你要全部填好 如果你有100張 如果你有1000張 這個商家最後拿到以後 去銀行他要寫多久 1000張全部都要寫 都要寫 而且他格子這麼小 就這麼小 所以我們用的人是還好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會有一些人 他真的就不想要去收這個 三倍券 我們今天並不是說批評三倍券 而是點出現在目前執行上的困難 包含什麼 包含了現在的梅花位置 跟跟大家講的 不固定 所以真的有些人他就不敢收 然後包含了 也有人講說 藥州我們最近不是常常去 飲料店喝飲料的時候 他說不給你吸管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們 塑膠袋也不行 就不行 限縮了 但是你有沒有問過 有沒有問過環保署 來 這個拿出來 這個三倍券它裡面 為了要讓大家能夠看到 就是在這個格子當中 能夠看到一次5張200 4張500 所以他做了一個這樣子 類似L夾材質的套子 我今天把這些三倍券 全部花完以後 我這個L夾還能夠做什麼 而且藥州 會有1600多萬個這樣的L夾 可能還不止1600 或者1800 會很多 所以大家講說 是不是不環保 當然現在大家想出很多方法就是說 可以去做什麼 可以放口罩 但是又有人講說 吸管本來也可以運用 可以拿來產電線 你為什麼不讓我用吸管 所以其實現在是經濟部 幫大家解釋 環保署都沒有講話 但是我也跟大家說 確實也因為三倍券發送以後 上個禮拜六禮拜天 全台灣各大的白油公司跟賣場 真的人都爆滿 這個我覺得是 我們就是提出我們看到的問題 但也不能說這沒有效 確實帶來很多的經濟的消費 但有一個特別要點出來 如果你今天在網路上看到的 我們今天國民大家跟大家講清楚 這個是台中 這是外的家鄉 台中重德路有一家大賣場 網路上講說太威了 你看 要知道全部冰櫃裡面的 所有東西全部賣光光了 這樣 確實是賣光光 而且確實也在台中 確實也是因為三邊券 但是它的理由跟別家不一樣 因為這家店租月到期 所以它賣完不會進貨 它只做到7月31 我再進我就蹲回了 然後很多電子產品都 三八折就把它賣掉了 所以這個狀況是 確實有很多人 但這一家其實是例外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 包含了買車 包含了買這個3C的產品 像有一家這個電腦公司 它就是可以抵1500塊 我覺得如果說你就是要買電腦 或者是3C產品 都可以去 那這一家汽車廠商 這我常在看 它會折1萬塊 就是三邊券來折的話 那折滿多 但有人講說 一般買車的話 有時候業務員跟我談 大概也就是這個折扣 還有機車 機車也是一樣 可以折到1萬2 或者是換舊新補助 有到2萬多 這個汽車 機車跟電子產品 其實都有很多 大家各自去看 最重要的是 除了三倍券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券 耀州你有沒有去申請郎優券 有 有郎優券 我有聊到 有沒有 易放券 易放券 有 APP下載的 動資券 等明天 我跟大家講 除了這個浪漫客裝 客裝油之外 這三個我都有去掙錢 但申請到了 如果有的話 再跟大家講他怎麼使用 因為有的像這個是APP 像這個在網路上 這個網路上就可以 動資券在網路上就可以 其實現在就這樣子 因為三倍券帶來振興之後 現在政府也發動了很多的方式 希望能夠增加我們的經濟消費 所以不管是動資 或者是農遊 跑去吃吃野菜或怎麼樣 還有看電影相關的東西 大家現在都可以使用這個三倍券 然後盡量去消費刺激經濟 不過他特別提醒大家 三倍券拿到的時候 先看一下他右上角這個編號 為什麼 如果他是一個特殊編號的話 千萬不要急著用 他收藏之後 以後他可能會翻好幾倍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專家來告訴大家 哪一些號碼 他會比較有價值 不過在講號碼之前 可能先教我們一下 怎麼做基本的防偽的辨識 對 我稍微補充一下 剛剛其實我們新台幣 他早期他的水印有三種 一種是中央水印 一種是梅花水印 另外一種叫布圖水印 但是他以前的鈔票裡面 其實他都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在不同的位置是很正常 可是沒有出現防水印 這個是正常的嗎 對 應該也是正常 沒有出現也是正常 對 因為他其實 這個不是最主要 其實應該政府應該要教導我們 我們今天這個復興券 如果說你要鑑定他的真假的話 除了你看看他的這個會變色以外 其實我在這邊還可以教各位一個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個方法 這個叫做粉筆 你到哪裡都可以買得到 這個粉筆 其實他這個製作方式 跟那個鈔票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把它塗一下看看 他的200的數字 你根本也不用折射或怎麼樣看 他就跑出來了 他這個200就跑出來了 就比如在那邊轉15度什麼的 用粉筆就一下就跑出來 這樣算毀損嗎 這不算毀損 我手插一它就好 尤其你不一定是粉筆 如果像那個什麼那個 肺質粉只要是粉類的話 一插他就會跑出來 而且再加上他這個 顏色會變的話 我想一般要作假 並不是很容易 還有他這個東西 如果像我們平常的這個鈔票的話 我們也可以試 鈔票也是可以用這個方式 也可以試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 塗一塗的話 五百的一千的一百的 所以每一種鈔票都可以這樣畫 都可以這樣畫 他一畫出來之後 他的整個的這個數字 全部都跑出來了 這些畫面都出來了 我們可以講到說有一些號碼 就是如果拿到三倍券 要注意他這個編號的話 到底哪一些編號 他是非常有價值 對 其實像他這個編號 流水編號的話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價錢最高的應該是屬於八號 因為他是發發發發 就代表七號碼 就所有的號碼全部都888888 是最價值 第二個有價值 第二個有價值就是說 因為新台幣 它有圓山跟平山之分 又再加上一個諧音 叫做鈔票如山 所以他們這個台灣 既然一般的常家 在收集新台幣的話 他對於這個山的這個數字 是非常講究的 只要有代山 他們就用台語說 所以觀眾要看一下 趕快這個時候 把你的三倍券拿出來 搞不好你就有88888 如果是888的話 我恭喜各位 他至少20倍起跳 20倍 對 至少20倍起跳 可是我聽說有人拿到 連號的鈔票的時候 這個本來比如說77777的時候 這一張剛好就沒了 會有這種情況嗎 有 有 我們一個同號就是 他有拿到7號的 全部都是7 但是在最後那個數字 並不是7 就比如說我拿到777 6 777 5 777 8 就剛好沒有7777這張 因為他現在長家 他現在想要玩 但是這個東西並不是很多 所以開始連三個同號 就叫報紙號 三條 四條 他這個都可以大家 大部分的話 這個都可以收藏 馬政府那時候消費券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號 現在也漲了很多 對 其實像以前 馬英九的消費券 他們現在的去位號碼 其實在外面的收藏家來講的話 現在搶得很兇 其實只要你有這個去位號碼 一丟出來拍賣或怎麼樣的話 全部都是秒殺的 而且價錢都很高 都很高 有的都超過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這號碼看清楚 千萬不要錯過了 還有包括這個徵操的話 是不是這個號碼 他徵操的號碼 也有一些特殊的號碼 對 但是所以他現在徵操 在部分一般的話 都是講這個去位號碼 除外的話 大家都會注意這個3的寫法 因為早期在民國38年 到民國50年的時候 他們這個是第一印製廠 跟中央印製廠 他們是複箱 都是有出鈔票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 印這個流水號的時候 他們的寫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山 就下面這一張 他就是源頭的山 對 源頭山 上面這個地方 他就是平頭的山 平頭山 對 所以是平頭山比較有價值 對 因為一般收藏的 他就是想要收兩張一套 那原山很多 大概目前的市價大概500塊 那個平山的話到任何的一家 這個店家去找都找不到 而且一直找 找到後來價錢越寒越高 高到現在 我認為是10萬塊起跳 都會有人要 對 現在在印這個三倍券 應該沒有這個狀況 應該會統一一個規格 對 因為早期是兩個印製廠 一個第一跟中央 但是現在從民國50年以後 全部通通都是中央印製廠 來承印我們現在目前的新台幣 所以他們價值會不一樣 馬政府那時候的消費券 他出現了不同的趣味號的話 您剛才說會翻很多倍 大概是翻幾倍 也是20倍嗎 其實現在在 有時候他們在私下買賣的話 都上萬塊 上萬塊 對 都超過1萬塊了 而且大家在收的時候 都還找不到 那個平頭山跟源頭山的價值 後來也有差很多倍嗎 其實現在目前的鈔票 已經沒有所謂源頭跟平頭山的差別 但是早期他有很多 鈔票的種類裡面 他都有分 是有差 但是就看他在收集的時候 物以稀為貴 如果你越不好找的這個數量的話 價值可能就越高 對 謝謝多大哥 馬里亞那海溝 其實是全世界最深的海溝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去過這個地方 居然是比去過月球的人 還要更稀少 台灣有個科學家 他就去過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到底有什麼危險 我們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 馬里亞那海溝 它在地底下的深度 有多達1萬多公尺 大家都知道 它是地表上最深的海溝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真正抵達這個地方的人 全世界到現在 最新的統領的海溝 這個統計也只有12個人 而這第12個人 剛好就是台灣的 台灣國籍的旅美科學家 為什麼這個地方這麼危險 連去過月球的人 都沒有這麼少 這個台灣之光再添一樁 我們台灣的海洋學者林隱聰 他前段時間跟著這個 美國這位富豪 有沒有看到這一位 然後他就成功挑戰了 這個所謂的馬里亞那海溝 這個馬里亞那海溝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我們看 3000公尺的地方的話 是抹香精它的一個位置 3800公尺的話是鐵達尼號 它整沉船的殘骸的位置 對 那8000公尺的話 等一下我再來介紹 這是很可愛的一條魚這樣子 另外的話有沒有 他們達到的這個位置 到11000公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它整個壓力 大概是大氣壓力 1100倍 我們想像一下 你27萬5000個人 站在你身上的那種壓力 27萬5000個人 站在我身上 對 應該就扁掉了對不對 有可能就扁 就不是講 有可能就絕對扁掉了 你想想看 這麼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需要靠什麼 要靠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叫限制音質號 這麼一個所謂的潛水艇 看起來很像潛水艙 為什麼要這麼講 因為它這整個下去的 上下的方式 它是從上而下 或從下而上 它這樣子吊掛的模式 這樣子下去的 它並沒有所謂的 平移的情況 它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承受這樣子這麼大的壓力 因為它這個外殼的話 是鈦合金 它還有一個內殼 是把它隔開來的 所以它有機會 它忍受水壓的 強大的壓力 然後它每次的話 必須要再 達到一個什麼樣的標準 就是說你可以停留在下面 萬一要它發生故障的話 可以到四天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四天 四天 對 就是說萬一 要是它發生的故障 就是裡面的電池 可能就是沒電了 或者是袖斗了這樣子 它必須要在下面 忍受四天 等在上面來救你 另外的話有沒有 如果萬一真的在發生一個 很糟糕的一個狀態 它緊急的逃生方式是什麼 就是 它裡面電瓶萬一 就是連鎖反應 發生十二個電瓶 完全沒有電的話 它的一個壓倉庫 它自己會彈掉 彈掉之後 它靠著它自己本身的一個福利 它可以再上去 所以它的一個安全性是很高的 雖然安全 但是我剛剛講過 你這個壓力有沒有 大概差不多在1千1百倍 等於算是27萬5千個人 壓在你身上 所以我們這位學者 這個台灣籍學者 他在行錢的時候 他寫好了遺書 當然他有另外一方面 讓我們國人為之一陣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戴著國旗 你看他身上的衣服 也別著國旗有沒有 他戴著我們的國旗 潛到了馬雅拉海溝這樣子 另外的話有沒有 就是說現在大家想說 是不是只有所謂富豪 或者是學者還可以去 我跟你講不是這個樣子的 現在你只要有錢 我跟你講有錢真好 這件事情絕對是一個名言 只要有錢 有錢真好 你就可以到這個公司去 參加馬雅拉海溝的 所謂的旅遊的一個服務 搭乘這個 我們剛剛前面介紹的 這個限制因子號 然後下去的話有沒有 就潛到海水的 就我們講的所謂的 那個挑戰者深淵的 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然後你這次潛的話 就要多少錢 14個小時 14個小時 我們剛剛前面講 這個學者下去的話 總共10個小時 因為他上下各4個小時 大家還沒兩個小時 那如果要車拉沙的話怎麼辦 要忍著 你就要忍耐 好不好 為了這個2263萬台幣的 這樣子的一個整個的 這個生態數 2000多萬以上 對啊 那還不是只要有錢 是要非常有錢 對 要非常有錢 而且你今天有錢完之後 還要另外幹嘛 你要忍耐 你剛剛講的那個 萬一要是有拉 或是殺的那個問題的時候 我相信他應該有 他不會有特別的所謂的測試 他應該有特別設計 可能像泰國倫那個樣子 這樣子處理掉這個問題 下去之後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你看不到海王子跟美人魚 你就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種非常非常罕見的生物 這兩個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深海的生物 這個叫做塑膠鉤蝦 然後它是大概在海深 大概差不多 7公里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大家可以想說 這個7公里的位置 有什麼好了不起的 它除了長得胖胖的之外有沒有 然後它到底有什麼值得介紹的 我告訴各位 像這樣子叫端竹動物 端竹動物一般來講的話 它的殼基本上是軟殼的 它跟我們一般的蝦子不太一樣 但是讓我們的英國的 這樣子的調查學者 發生到一個非常讓人家覺得 痛心的事情是什麼 不是因為它是塑膠做的 是因為塑膠的 是因為在它的身體裡面 發育到很多塑膠浮力 各位想想看 在這個海深7公里的位置 居然這樣子的一個生物裡面 居然發生 收滿了一大堆的所謂塑膠微粒 因為我們人類的話 大概一年 平均大概差不多請到 大概800萬噸的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它吃到是我們的垃圾 對 因為你塑膠 你塑膠這樣進到海裡面去之後 慢慢它會分解 它分解之後 它不會被消滅 它變得越來越細 它變得越來越細之後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它吃一下肚 各位想一想 我們有沒有很殘忍 大家不要亂丟垃圾 另外這個我剛剛講的 瑪莉亞娜的一個 所謂獅子魚這個部分 為什麼叫獅子魚 因為它頭大 身體小 現在它目前的話 海洋學者在研究有個問題 這麼小的一條魚 怎麼忍受在那種 我跟大家講一下 它當時身處的一個水耀環境 就是一個大拇指上面 有沒有 占了一頭大象 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它竟然能夠承受 它沒有靈片 可是它這個是在裡面 就吃一些什麼 像一些浮游生物 還有包括小貝殼這些東西 有沒有 發覺大家很神奇 台灣的科學家 讓台灣的人間度 不斷的有新的高度 而中國的貪官 他們貪的程度 也貪出了新的高度 中國的前國家統計局的局長 王保安 他收了一億多的貪污的錢 那也就算了 這也都算是稀鬆平常 包括收黃金 收情婦 這一些都稀鬆平常了 沒有想到 他居然收了一對代孕的兒子 這到底怎麼回事 王保安是一個傳奇的 因為他基本上是習近平 反腐打攤的一個標靶 我先跟大家講 剛剛邀洲講的 他真的很特別 他不但收1.5億的人民幣 不是新台幣 收了1.5億的人民幣 收了在釣魚台賓館旁邊 5000萬人民幣的樓 還收了兩個兒子 因為他沒有生小孩 2013年以後 他一直想要找代理孕母 好 山東有一家海特集團 就想到要找他 要請他幫忙什麼 幫忙拿國家的錢 國家的錢最好賺 幫忙他 幫這個企業 能夠去跟國家申請補助 申請一些獎金資歷 結果你看 我在左下角這裡 這家公司透過這個王保安 已經取得了 3000多萬的政府補貼 也取得了1.5億的獎勵資金 所以等於拿了1.8億的人民幣 我拿了1.8億我要回 我回了1.5億給這個王保安 還不夠 他花了300多萬人民幣 透過好幾年的時間 跑到山東去取金 不是去西天取金 是去山東取金 他想要有小孩 他要找代理孕母 這個廠商幫他辦到好 弄了兩個兒子出來 不但收錢收了還收小孩 好 這個事情東窗事發之後 因為他看到財政部的副部長 而且還是統計局局長 算是高官 不只他 他有三個弟弟 二弟 三弟跟他一樣從政 四弟經商 找了28家的農村信用合作社 我老哥是統計局局長 沒有人不敢帶給他 也帶了一億 好幾億的人民幣給他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 貪的一個 基本上嚇死人的一個貪官 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就被逮了 被抓了以後 他拍了影片跟大家坦誠說 原來我已經誤用我的影響力 還不算 我先跟大家講 幫他介紹去取金 而且也拿了那麼 他的這些獎勵金的 這個山東的這家廠商 他的老闆叫做官城扇 我們大家看到300多億 在中央這一行這裡 這個官城扇事發之後 他居然是被判刑一年半 緩刑兩年等於不用坐牢 只罰了人民幣80萬 他拿了一億八 但是只罰了80萬 所以其實基本上 就是說這是一個 中國道路的一個 怎麼講 就是說打官場現刑計 貪官我們就要把他抓起來 可是他今天既拿了錢 而且還拿了樓 還拿了兩個兒子 其實情況之下 他是被關了 可是對他行賄的廠商 目前並沒有受到 非常嚴厲的一個懲治 但這是習近平 他反腐跟打攤 非常重要的一個 就是一個標靶 大家看一下 他因為基本上 他本來也不想到被抓 所以包含我剛剛講 那個樓在右上角這裡 調一台賓館附近 他收了一個5000萬的樓 5000萬人民幣還包含裝修 然後面積有318平方米 他把這些樓 全部都過在別人名字上面 可是其實中共 其實是有鎖定他 知道他亂收東西 然後他也在這個期間當中 幫了很多的這些廠商 去申請這些補助之外 我剛剛講的 他有2D 3D也是從政 然後4D是經商 所以他每次都是在地方 跟大家講的 我哥哥就是王保安 然後可以獲得很多的暴利 最扯的就是他的弟弟 因為他自己是官員 他弟弟是商人 所以他弟弟透過哥哥 是官員的關係 跟28家的這些農村信用合作社 聯合授信 拿了好幾億的人民幣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貪中之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貪這麼多 而且我剛剛講的這些數字 全部都是人民幣 這是王保安的故事 最近被披露出來 不但拿樓拿錢 還拿了兩個兒子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他好像在拍影片當中 出來有懺悔之外 他對於希望能夠有兒子 這件事情 他非常的在意 而這個廠商就抓住他的軟肋 不再給他錢 還給他最想要的兒子 一次還給了兩個 找了不同的代理孕母 所以他就不斷的幫這些廠商 在做這些違法的事情 這是中國官場的一個醜聞 不過兩岸的商場 最近有一個很重大的訊息 雖然說現在全球的疫情 都還是非常非常嚴重 但是蘋果的新手機 iPhone12的組裝如火如荼 但這個時候 突然傳出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可能會撼動了 鴻海整個是首席代工的地位 因為第三大的這個代工偉創 他居然把他的昆山廠 賣給大陸的代工廠了 這件事情聽說郭董是震怒 又震驚 是 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突然 為什麼 因為偉創他在5月份的時候 還加碼了將近8千萬美金 買這個廠的新設備 你想如果今天你是要賣房子的人 你會要在賣房子之前 還把它加裝潢 做得漂漂亮 也不是都完全不可能 問題是比例的問題 這個廠 他現在賣了33億人民幣 核台幣138億 可是我們剛剛說 他居然5月的時候 加了將近8千萬美金 8千萬美金是24億台幣 所以你換算起來 是不是將近兩成了 你就想 如果今天你要賣一間 1000萬的房子 你會先花200萬裝潢好以後 再把它賣掉嗎 完全不合理 不可能的事情 這背後就真的有蹊蹺了 為什麼 據說背後有誰 是蘋果在指使 蘋果受益 你偽創要把這個廠 讓給力訊 蘋果逼他的 對 當然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 可是事實上 確實有很多的跡象 就顯示這些事情 蘋果的用途是什麼 用意是什麼 我們先把偽創的事情講完 偽創我們剛剛說 他把這個廠賣掉之後 因為他在同時間 他在印度加碼 他原本在印度其實就有廠了 可是原本的資本額是 3600萬美金 居然就3月5月連續兩次加碼 居然一口氣加到 1億6千多萬美金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突然把你在昆山的廠賣掉 然後你到印度去加碼 加了這麼多 時間上未免太過巧合了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因為 他知道我這個廠準備要賣掉 所以我在印度加碼 而且偽創做這件事情 又是因為蘋果 好 蘋果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蘋果基本上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 我們都知道 美中貿易戰打來打去 蘋果夾在中間 他其實也很危險 問題是 中國又是他最大的市場之一 我不可能放棄中國市場 好 所以他想到了 我要繼續在中國打天下 尤其蘋果這幾年 在中國的市場率越來越低 因為你的背景就是這樣子 你就是個大到地利的美國廠 好 所以現在蘋果做什麼事情 我要我在中國的這些協力廠商 更正描紅 以前我大部分都是找台廠 所以你看鴻海 河塑 偽創 都是台廠 所以我以前都找台廠幫我代工 然後賣給中國 中國現在當然有意見 所以我現在乾脆 我全部都找你中國的廠商 來幫我代工 而且我做了 就直接賣在中國市場 你中國基本上 比較沒有話說了 這樣子的目的很明顯的 沒有蘋果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因為一般科技廠 不是說你想要打進去就可以 所以說他們業界有一句話說 不是你想進來就進得來 一定是什麼樣 蘋果要你進來 你才進得來 顯然今天立訓可以做這件事情 絕對是後面蘋果受益 同意你要這麼做 好 所以剛剛說第一個 第二個原因 基本上就是 我要扶植中國的協力廠商 為什麼 我以前就找台廠 你台廠今天就很昂蝦 我今天找人來治你 也就是說我扶植入廠來怎麼樣 對付你這些台廠 讓你台廠你能夠得到一個平衡 不要說你以前台廠大家都聯合起來 那你說了算 那我現在入場起來了 你看你台廠還能怎麼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立訓整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除了當年有鴻海去扶植他 因為當年在創業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鴻海的子公司 鄭偉當然鄭偉後來獨立出來了 那時候是第三大的股東 但鄭偉後來在2017年把股權清掉之外 這幾年其實你看到立訓 他們收購了台灣的幾家大廠 包含宣德或是入股了這個美律 做這個耳機做這個升學方面的 通通都有蘋果的影子 所以蘋果今天做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我們台廠要小心 不是說今天這個偽創 把這個廠賣掉而已 你想以後這個廠供應鏈會是誰 當然目前為止可能都還是以台灣的供應鏈為主 可是當我立訓買了它以後 我直接接了你的廠 我接了你的單 我接了你的人 以後你的協力廠 我一定會慢慢通通換成我 中國大陸的廠商 久而久之之後 台灣的其他的供應鏈就很危險 更不要說你的知識 是不是又被學走了 你的專利權也都被買下來了 那你以後台廠還有什麼競爭力 我想這是大家要去留意的地方 所以王萊春他的角色 可以簡短幫我們講一下 好 王萊春以前 他其實最早就是在鴻海 當一個打工而已 打工沒有 做了十幾年 他1988年進入到鴻海 在2004年他跳出來自己創業 結果我們剛剛說 他剛創業的時候 其實是鴻海幫他的 鴻海是給人又給錢 沒想到錢娘家家家家 我把你慢慢的扶植起來 想說你可以幫我一把 沒想到你是回過來咬我 而且現在整個力訓 他的整個佈局 跟鴻海幾乎是一模一樣 從一開始鴻海的起步是從什麼 連結器 他就買了台灣的連結器 就我們剛剛說的宣德 那你鴻海有的東西 基本上我都有 現在他沒有的是什麼 這家機殼的部分 所以現在傳言力訓準備 又要買台灣的機殼廠了 你看他的野心有多大 台灣現在因為天氣非常的熱 現在外送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行業 可是在日本 有個外送的櫻花妹 他說他一個月可以賺到 11萬的新台幣 在台灣有可能嗎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越來越多人投入外送這個行業 其實他非常辛苦 上禮拜就有一個人 在38度高溫外送的時候 中暑差一點送掉他的小命 可是在日本有一個櫻花妹 他說他希望他一個月 可以賺到新台幣11萬 有可能嗎 要說這題問我就對了 因為30年前我就開始在外送了 30年前 30年前我在披薩店 那時候台灣第一個外送的 我那時候是當外送員 那時候才高中而已 我就在當外送員 所以我還滿了解外送員的這些酸甜苦辣 那我跟大家講 因為現在開始有很多 各種不同外送的 就是外送員 平台 對 那所以其實現在外送員的 甘苦談越來越多 我們先談這個日本的 這個神田小姐 她其實很年輕了 才23歲 可是她很奇怪 她這個國中念完之後 她高中就不念了 女生 我看了好幾次 女生 女生沒有念高中 而且還沉迷賭博 一般男生才會 好 那她就是荒廢年輕的那幾年 沒有賺錢又跑去賭博 然後也沒有念高中 最後連房租都付不出來 朋友說你這樣不行 現在有那種 完全沒有什麼太大門檻 你只要願意 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去做外送 結果她講說我連房租都付不出來 我去外送吧 她就開始外送了 然後她努力的去送 努力的接單 她一個禮拜可以送到最多 送到160個單 然後她現在這樣賺一賺以後 大概一個禮拜就可以賺到2萬多 其實你算好 一個禮拜2萬多 四個禮拜加起來 也不夠8 9萬 怎麼會有 想說她要做11萬 她的目標 她說我現在大概可以賺到9萬塊 可是如果我可以達到我的目標 就是日幣40萬 她的目標是 日本媒體有報導 希望她能夠賺到日幣40萬一個月 如果可以的話 40萬換算台幣大概就11萬 所以她現在就努力的 再往日幣40萬元一個月 來這個目標來邁進 這是日本的女外送員 因為她的故事很勵志 國中念完沒念高中還賭博 現在整個翻轉也非常的正面 努力的去送日本媒體報導 可是我覺得不容易 一週最多160個 等於說一天要有20幾個訂單 對 我看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滿不可能的 滿累的 但是她努力 所以她神田小姐希望你成功 努力邁向日幣40萬 台幣那麼有11萬 另外這一位是大陸非常有名的人 我先跟大家講 台灣可能對她陌生 她叫做張國偉 可是我先說 她在大陸的微博的追蹤的粉絲 數有1000多萬人 1000多萬人 所以她不是一個小咖 因為她曾經在2011年 世界跳高冠軍 然後跳跳跳 跳到後來她說她累了 現在29歲她不再跳 來 導播就這張照片沒有錯 這張照片裡面拍到 你衝上 穿著這個拖鞋 拿著這個外送包 蹲在那邊在吃東西 你這張國也潦倒致詞 不過她 影片來了 不過這個影片她自己PO的 自己PO的 影片是她自己PO的 並不是什麼被狗仔拍到 而且她PO這個影片 下面的圖說是寫 體驗各行各業 所以她意思說 她說你們拜託好不好 我張國偉 我只是要體驗 這是她跳高的這個影片 她曾經是世界跳高的冠軍 所以其實基本上 可能是屬於 體驗外送員的成分居多 並不是真的說 她已經潦倒到要去送 但是我剛才也講了 現在做外送員不算潦倒 她也是一個很正當的工作 賺了也不少 可能5萬 10萬都有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個 是台灣外送員的甘苦談 剛剛講的 日本跟大陸 如果我是那個外送員 我說我以前送過 我可能會臉上三條線 有一個外送員她接單了 送到大樓去 那基本上大樓 如果社區有管理委員會想說 我們本大樓 歡迎外送到樓上 那沒問題 可是這個大樓 就是不能上樓的 我再講一次 不能上樓 你不能上樓 我今天我怎麼上去 她就趕快跟她LINE說 那個對不起 我已經到了 是一個女生跟她點的單 而且她是現金單 要做人家什麼叫現金單 就說她還沒有付費 要收現的 我現場你要給我錢的 不然我就白跑了 對不對 我一定要送達 就是我不能丟在櫃檯就走了 我丟在櫃檯我就沒有錢 那不然你就下來櫃檯 跟我說可以嗎 她不下來 這女生講說 我在樓上13樓你上來 她說好 然後過兩分鐘 對不起警衛不讓我上去 你跟她撒嬌 我跟她撒嬌 我男生 警衛很羞 也是男生 我男生跟她撒嬌 對 男生有男生的撒嬌方法 你就跟她撒� 你跟她一起上來 她最後把東西交給對方 然後她跟他講說 真的是被撒嬌得很慘 像這種外送人的甘骨痰 遇到不可理喻的客人的時候 其實也是很辛苦的 賺錢很辛苦 不過周大哥要介紹我們一個 這個用100塊 可以換好多好多倍的一個方式 對 其實像我們新台幣 就是民國38年的時候 老台幣崩盤 那時候老台幣 他是4萬塊換新台幣1元 但是在民國38年的時候 在我們的台灣中央銀行 就發行了100元的這種鈔票 他值的 值的 對 而且他們早期他們就是說 因為老台幣才剛崩盤 那時候你不要說是100元 如果說你10元的新台幣 一般民眾接受度就不高 所以這100元那時候 後來詢問一般的民間的時候 決定不發行 因為面值太大 面值太大 後來就壓在台灣銀行 台灣銀行的倉庫 那麼到了民國50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本來他就是 把第一印製廠 所有的印製廠 他把這個印鈔票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種植大任 就交給中央印製廠 那麼中央印製廠 他就是要符合這個國際的一個 鈔票的一個方式 所以他就做橫的 當時他這個古廷的 所以做紙的這一個 在世界來講 是不符合世界的潮流標準 對 因為如果當時就有民眾講 他這個是孫中山偉人 然後你要放到皮包裡面的話 你把它橫著躺 不可以讓國父躺就對了 對 這個不禮貌 對 所以他做橫的的話 他就讓他直躺 直坐下去 他這個就是比較 有點避諱的感覺 對 所以他當時他們就是 已經全部從民國五十年 我們的鈔票 全部都改為橫式的 那麼這兩張大花小花 那是因為古廷的臺灣銀行 他當時這個經理 可能是誤解上級的意思 所以他把這兩張 整個就發出去了 發出去了之後 所以還是有流出去 有流出去 對 後來發現不對勁的時候 想要回收 乾脆就把這個新的一百元的 大鈔就混合著流通 但是一般的民眾 發現這個直視的很少 所以一般大家都捨不得花 就把它留下來 所以物以稀為貴 現在如果你要找到一張 這個大花小花的話 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這張大花 如果全新的話 現在目前市價至少五十萬 這一張五十萬 這一張這樣子拿起來五十萬 對 因為他中間採射的 因為他當時流出來是最少的 那這一張不是彩色的 對 不是彩色的 他就稍便宜一點 因為他出來量比較多 大概多少 大概差不多是二十萬左右 便宜一點也有二十萬 對 所以這邊這個價值上 就有七十萬了 對 所以當時台灣銀行 他們當時也有出外島的鈔票 那麼外島的鈔票 他們以前是在民國七十年之前 任何我們的紙鈔 它上面都會打著金門馬祖 他們這個金門馬祖 他們這個鈔票 他只准在金門地區使用金門鈔票 馬祖地區使用馬祖鈔票 再拿來本島 你就必須到台灣銀行去兌換新台幣 所以到民國七十年以後 我們這個鈔票全部都 通通都改為新台幣 這個當時可以在鈔票上面 打外島的名字 其實這一次三倍券 也有很多人講說 為了省這個成本 可以在我們現有的鈔票裡面 打上振興券 可是那個時候人講說 會擔心會回損國幣 可是從這個方式看起來 好像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對 但是外島的鈔票 當然就數量是比較少 那麼這個 外島的這個鈔票 現在價值是多少 因為他們這個一般來講 最貴的外島的鈔票 其實是這四張 這四張是目前是外島鈔票是 價值最高的 在現大城地區使用 稍微年輕一點的人 或許不了解說 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哪有到大城 因為大城島 他是在民國四十二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中央銀行 他就是準備要發行 這個大城島的鈔票 那時候發行出去的時候 剛好碰到民國四十三年的 這個九三炮戰 那麼因為他離浙江比較近 所以我們是防守比較困難 所以當時美國這個艾森豪 他是勸我們放棄 那麼當時因為這個解放軍也是 嚴重的砲打 那麼他後來他們這個東西 到四十四年二月的時候 他們是全員撤退台灣的時候 也是美國第七艦隊 他們當時也是負責我們居民 全部通通回到台灣 這個現在價值 收藏價值大概是多少 這個價值非常高 現在目前這一套 大概150萬以上 這四張150萬 對 所以是現在裡面 看得到最貴的 對 尤其我是當時在差不多四十年前 我在大城島的眷區 我曾經去貼紅紙說 我要收集這個大城鈔票 有一個老伯伯他跟我講說 老弟 有空我說這段故事給你聽 他說他們當時一到台灣的 這個基隆的基隆港的時候 他們已經是完全沒有食物可以吃 必須把這個鈔票換新台幣 所以為什麼會那麼少 所以當時有換到的人 如果你收藏好的話 現在全部都賺到了 對 現在是一個夏天的季節 大家都會到處去玩水 可是昨天一天之內 全台灣居然發生了 六起的溺水意外 奪走了四條人命 到底哪一些地方很危險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夏天到了玩水真的要小心 昨天一整天全台灣總共累積了六起的溺水意外 造成四個人死亡 而且這些發生意外的地點 都有非常夢幻跟美麗的名字 沒錯 我常跟大家講你要玩水 但不要玩命 我現在跟大家介紹兩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這也是在昨天的時候發生一個在屏東霧台 神山的瀑布 它一個月的話就奪走三條人命 奪走三條人命 上個月就兩條 對 那這個地方是在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有沒有 在它本身來講它的一個下游 它一個溪流處它高低不平 然後到平款處的地方 然後就突然間又會往下 就是水深這樣切下去 深度很深 從這個畫面看還有照片看 其實非常平靜 如果說我都不知道毫無經驗 我會以為它是一個非常安全的水 我想一個基本的一個原理是這樣子 你只要瀑布下去 水深下去 它水切下去 它那個地方的深度一定很深 可是你在旁邊周邊看起來 好像感覺好像水波很平靜 其實它是非常深的 然後這個地方過去的話有沒有 它會被稱為所謂叫地獄之眼 那個當地的一個盧凱族人 他認為這個地方 它是他們的一個禁忌之地 為什麼這麼來講 這有兩個傳說 一個傳說是 如果你在那瀑布的上面 往下看 看著水面對不對 看著水面下去之後 你會發覺到有沒有 你照著自己的臉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所謂的 厄運的這個情況會發生 這樣有些不小心就下去了 第二種是什麼 在當地的一個說法是說 你在這個地方 不要隨便去拔那個草 或者我們想看一些 那個水裡面的一些石頭 就覺得好像不錯 我們就要帶走 帶走之後已經會招來厄運 那這個地方的話 的確有沒有 常常會出事情 所以大家特別的一個小心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我們台中市太平區 一個叫做仙女瀑布 為什麼叫仙女瀑布 是因為過去的時候 因為相傳有隱私 到那邊去修行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仙女 在現身這樣 甚至當地的一些人 也講說有一種什麼情況 就是你就到旁邊這個 岩壁這個地方 或者你看著水面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有人的臉孔 或眼睛會出現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地方 就是它是不祥之地 是不是有那麼危險 因為真正的 它其實真的危險在於 我們看這個水潭有沒有很平靜 它最深的話高達7公尺 7公尺 7公尺 真的是看不出來 對 而且它下面的話 有很多的一些漩渦 還有一些亂流在這裡面 這個地方的話 在四年來奪去六條人命 在所謂消防人員 他們來說的話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就是它的入口 因為它入口只有單一的出入口 所以把它叫做運濕到 就死太多人了 對 我們就是說 去這個地方玩的話 特別要特別小心 你不要到直射進去 有沒有橫的抬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一個情況 這個地方的話 我要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最近的確很多年輕人 喜歡到這個地方去 因為這是網美打卡的地方 但是你當網美 不要玩到最後 變得真的是一個死亡的網美這樣子 再來另外一個話 就來教大家有沒有 這個所謂的瀑布這個問題 我剛才講 前面看起來水流好像很平靜對不對 你如果不小心坐在那個岩壁上滑下去 或者有人喜歡玩跳水 一定喜歡跳水 一跳去之後 你就想像你在洗衣機裡面滾 因為它整個水流 它是翻滾的下去的 這個情況的時候 你有可能是這樣子 順時鐘或逆時鐘這樣滾 你整個人就在這裡面這樣 翻滾下去之後 你會不會捲到下面 會卡在兩個地方 最有可能讓你上升 一個就是這個所謂的岩縫 我們這個岩縫的地方 可能腳會被卡住 過去我們常看到很多的一些 這樣子的一個 吸水的人 有沒有可能卡住會動彈不得 也是可能 有可能 另外它裡面有水草植物 把它給勾住了 然後在裡面就上升了 真的遇到這種情況 翻滾流的時候 你要把自己放鬆 你千萬不要跟它對抗 你把自己放鬆完之後 後來之後你就順得到這個底部 因為它一定會大概到這個 如果你看得見的話 從這裡平順的方式 往正旁邊這樣滑 游出去 另外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放鬆的時候 你腳如果碰到底部的時候 你整個放鬆 也是往側邊這樣出去 這樣會比較安全 當然有人講說 你是不是要戴一些什麼 防身包 救生衣這樣 一般我想玩不會去戴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去應變 接下來要看的畫面 也是生死一瞬間 夜門的內臟已經打了五年了 有一個阿斌哥 他扛著他受傷的班兵 沒有想到他在槍林彈雨的過程中 居然神奇的毫髮無傷 確實 大家如果有看過 阿甘真正的電影 裡面阿甘就是背著他受傷的夥伴 就是在槍林彈雨中 真的很神奇 就是打不到他 結果我們也想說 那個應該電影期間 現在居然真實發生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就這一個人 就背著這個他的夥伴 就這樣子一路走 你看好巧不巧 子彈都是落到他的旁邊 真的耶 真的後面一點點 只差一步之遙 可是我們不禁懷疑說 怎麼有可能 因為你看周遭沒有任何遮蔽物 正常情況要打到他 應該不難吧 那怎麼會都打不到呢 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真的槍手 技術太差 怎麼打都打不到 太訓了 要監討 第二個當然就是 會不會是安排好的 故意不打他 也不可能 因為覺得這個人好棒 他背著他怎麼辦 我們不忍心打 做做樣子就好了 好 我們再看到第二個影片 這第二個影片也是很有趣 這事情是發生在墨西哥 什麼事情 有幾個人 他們在山裡面居然遇到了熊 遇到熊你會怎麼樣 我們以前都說 爬到樹上 爬到樹上 要不然就是裝死 要不然就是跑給他追 結果你看到 這三個還女的 居然那隻熊都在他旁邊 這三個女的有沒有發現 很鎮定 就不亂跑 就站在那邊 就不敢亂動 不過其實有點恐怖 因為他只要一個熊掌扒下來 就完了 沒錯 你看到熊 尤其是穿背心短褲的這個女的 他怎麼對黑短褲的特別有興趣 對 可能他身上有什麼香味或是什麼 當然也有人說是不是這隻熊 他紋了兩遍 然後第三遍又回頭 對 有人說這熊是不是在發情 所以對這個女的 他咬的興趣 對 如果是我我應該會嚇死 好 可是也有人懷疑說 為什麼這個熊 第一個 他對這個你的動作 好像就還算很有節制 你想這麼大隻熊 我可能覺得跟你開玩笑 可是畢竟我們是人 可能我稍微有一點 想動你玩 看你有沒有反應這樣 可是動你一下 你可能稍微力量沒控制到 你人就飛出去了 好 這是第一個令人懷疑的 第二個是旁邊那幾個女生沒有發現 這種情況上你鎮定不動沒有錯 可是你應該笑不出來吧 可是你看他的夥伴居然還會笑 其實他們算滿鎮定的 因為一直被騷擾燈的女生 其實你仔細看他的手 一直在用手機拍 如果是我都嚇死了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人滿厲害的 所以有人懷疑說 會不會那熊根本是公讀生裝 公讀生演的 好 那第三個也很有趣 有發生在俄羅斯的星星 如果我們今天在公園裡面 看到有人在那邊做愛做的事 你會有什麼反應 可能 看到人家做愛做是可能 我們就拿起來手機偷拍一下 或是在旁邊看